今天应个节 没风结束 我们一定会来 因为这个时候 天地这个气 这个变化 会有新的一个阶段 所以说 大家很多人 撑不住就走掉了 我们把它找回来 坚持住 什么节 大满 那么大满不盲重呢 小满过后就是大满 因为相对于掐指诀 这个地方就是小雪 大雪 一定是这个时候 为什么不叫大满呢 因为满则亏 满则亦 阴则缺 十五的月亮过后 就一定是 寓意感觉不太好 所以就不叫这个 叫什么呢 盲重 赶紧重 盲于重 这是老百姓的土话 这个意思 真正的是这个盲果的盲 也就是说 这个什么意思 真家对卖盲 听过吧 这个卖 熟了 那种什么呢 水稻 已经属类的了 所以这个期间 有种 有收 为什么这个时候收 不是说秋收吗 这个时候就熟了 我们虽然 私体 不亲 无骨不分 因为现在人 这个 农村人口越来越少 从这个70年 不是 这个 其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一直到 快速增长 农村人口 然后到 95年左右 96年 就开始下降 就是 城镇人口 一直 这一路走上来 现在 已经 书上我们都学过 是吧 什么70% 城市 30 农村 这个是 发达 国家 好像我们也在朝着西方的这个路线走 真的 对不对呢 好不好呢 你看看现在 社会 但是人都有向往 这个繁华之心 只不过 有些人已经开始觉悟 觉得还是住农村 住平房 其实自然 这样更好 就是 因为现在经济的调动 这个时候 绕过来 我们忙中 说 这个时候 音音就开始升了 所以说 银人气代表物质 这个秋收 有的东西就开始收了 一般的都是在冬末或者春初隔两个季 就升 尤其是北方 南方 玩 收得快一点 为什么不叫水稳 叫稳收呢 因为我们人还是要忙起来 要造点福 给自己同时子孙后代 然后走了之后 大家都会互相影响的 人活着 带有人的 带有人的 驾驶 这个忙中期间 三个悟后 七十二侯 第一是 螳螂声 第二是 娟史明 就是这时候 螳螂的小崽子 还有这个一种鸟就感到这个音气的声了 就开始叫了 然后第三呢 就是这个学其他鸟的这些 一种鸟叫反生鸟吧 就反而不叫了 就是他们会感觉到这个音气 你会发现这个里面有很多这种 有机会我们会 单独说 这个 这个动物 比植物 有些人可能喜欢那么多 我们会生肖 或者是 二八行秀 以及甚至 印度三十六行秀 去贯穿讲解 明镜 一开始 看到 我们致 那儿 螢幕